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犯财的话 他目前有这能力 都有的 但是要看什么一个结局 所以我们不做任何挑衅 但如果把他激怒了 就跟我们人一样 你把我激怒了 我从他能力 我也会发挥出来 所以2025是我们的研判 全面的 我们这样的研判 能够有用马上生产的 对我们战略能够发挥的一定是优先 最现成的 没有基础的 就是雄风飞弹 所以会挹注比较大量的兴飞 我们就做军事方面的准备 政治方面的考量 另外一个层次 我想国军就这样子 一旦要作战了 那就当日在最前线 其他会不会发生战争 那是很多方面的努力 那国军最好努力就强化我们战备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